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才是九零年代 男后偶像牌子 的主唱 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 男后偶像牌子 不要扶进去 对啊 这种默契的有什么好拿出来讲呢 我们要讲的是大明星 OK 男后代才是大明星 OK 而且算了就是 跟偶像 跟自己的偶像睡过 那是一种很特殊的经验 那跟九零年 八零年 七零年 六零年 跟二零年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他可以抱着他的骨灰盘 是 请问你是跟生人吗 骨灰盘那里面 曾经也是生人啊 是活的对不对 对 现在还活的 哦 转型 刚才要转型了 转型 分享的成功 哦 到底是哪一位呢 好想欢迎她出场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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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好 两位好 慧如你是一个美女这样子 自爆这种嗜好 对啊 不会因为其实 因为如果说唱也不够大碗 会被人家笑 而且很多偶像团体的主唱 应该都是男生 对 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两个都是 可是问题是 两个 他们在九零年代 就是是风靡全部的女生 方便吗 这样透露 对 没关系 要给她们一招就对 那为什么她们会到你家去睡呢 为什么 就是家里会开party 然后会邀请她们来 然后她们就没走就对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打打麻将什么 就会玩到通宵这样子 当她们说要留下来过夜 你的心情是 心情是 我心情是 她们两个过去的人 对 每次那些都不一样 因为她这个事情发生在最近 如果是九零年代当年的话 我跟妳讲 我直接说一句话 可能还轮不到你 也是 可是你知道果文老师 就是 当时她们两位来我家的时候 我们同坐在一个牌桌上的时候 我心里面还在想说 哇 当时她曾经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然后曾经有很多的幻想说 哇 她那身好帅喔 如果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再次看她现在变样了之后 然后就觉得 往事只能回 我也是 因为人要保养 你们不能都往坏处想嘛 九零年代其实还有一些现在 你们听起来也是非常回头 其实九零年代如果团体的大明星 其实我们可以略知一了 比如说 曹猛队 拜托 LA Boys 这些如果 既然你跟他同桌打麻将 你还是很嗨啊 这些你讲都是大财 你不要说他们过去 小 小虎隊是什么 不要说她在我家打牌 那在我家打我都可以了 是不是 小娘也在一起 小虎隊 小虎隊 对啊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其实蛮值得令人期待 可不可以现在就公布 到底是 哪两位大明星 真的要吗 嗯 該不会真的是 难道是 是... 而且妳剛剛走下去 我都超不想講的耶 不是 這一種就不要拿出來講了嘛 不是 因為 我們慧如每次來都非常敬業 貢獻他們非常多的人生經驗嘛 對不對 你們不要覺得他們不好 他們在今年除夕夜的晚上 還有參加某台的那個大型綜藝晚會 跟當紅韓國偶像團體PK耶 好...對不對 那妳先回座好了 可以了... 好... 你看看 有露到臉了嗎 再給妳錢 等一下... 等一下 還露了一位 張克帆 那另外一位受到台 那我先回去座好了 另外一位是 他就是 馬國賢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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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先走好可怕 我先走 張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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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小梁讓妳坐電梯是看的事情 我覺得妳應該坐電梯 坐啦... 他們也不錯啊 郭先生兩位當年怎麼... 如果講...舉個例子 如果是當年最紅的時代 對 如果他真的在你家過夜 我覺得你也算來不及 而且他賺到 當年你看到的是一個商客飯 現在坐在他家的是 兩個商客飯 但是這位希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好 我們想請問一下 有哪一位大明星 曾經在您家睡過 誰 這是上過幾分晚的 五 七 老五 你不能說 你不要因為我今天講個紅孩兒 對啊 你就一定要往這裡扯 真的假的 他講這兩位你覺得重點 我覺得還OK 我覺得無奇能夠大牌 徐懷鈺有點神秘色的 現在是大家矚目的人嗎 OK的 喔 是你說的 應該OK 一定開門 有沒有夾到 有沒有夾到 沒有夾到 沒有夾到 這兩位大咖真的在您家睡過 就是過氣的意思 我要先抵擺一下 要先這個定義一下 過氣就是 有沒有 那還是有紅嘛 對不對 其實像你說一個人過氣 就表示他曾經紅過 沒有 就表示還是有肯定到你 很多人連過去都買一送二 對啊 買一送 買雙客盤送 他 雙層雙客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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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是那個意思啊 我發現我自己不該提這些 會被罵得更難 無奇龍在我家睡過 沒圖沒真相 好不好 我們要看照片 我們想看一下 無奇龍問我是大師兄啊 所以 他呢這個平常很夠意思就是 我們家請客他也會來 然後也會在我們家打牌 這是你家的照片嗎 這是我們家的照片 這個是無奇龍是嗎 沒有啦 因為你的照片真的沒有大明星嘛 就是說這邊曾經這邊睡 比如說睡這個 這個 沙發 王少偉 睡在這裡 這邊睡這個小鐘 這邊還會睡陳毅 就是你家其實到處大家都可以睡幾次 不是 男生只能睡客廳 那女生會睡到客廳 可以睡客廳 有哪間女生睡過你家的客廳 是客廳還是你的臥房 徐華玉啊 退休啊 喝醉都先進去 那他有沒有醉過你家的臥房 他沒有他沒有 沒有 因為他不喝酒 對 所以你要醉的人才可以睡 對 不喝酒比較難處理 對 不喝酒 他都找酒量不好的人去他家 喔 對 而且酒量很好我也不會這樣喝 對啊 那麼多 酒量那麼好都把我們酒喝完了 這個是 我這個有什麼字嗎 這個是 好像是 你是看不出來我是哪一個了嗎 在哪裡 這個啊 這個 這個 這是周星馳店裡面的黃小龜嘛 這是周星馳的喔 這張照片怎麼能夠證明他睡你過你家呢 對啊 而且你拿這張照片出來就只有四個字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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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七八年級的那個小朋友 是 不知道我們是很熟的 我們以前是師兄弟 喔 我們也是講吳其龍吳其龍 然後他們都是說我在騙人 騙人過 對對對 對 這一天派對下中續攤 喝醉怪事一蘿框 大家好 就是你知道 對 你啤酒比如說上完喝完之後 你是不是也把你一一一一一 沒有那多次這樣 我爆氣 真的 真的要省錢到我家去算他 那朋友真的也 也喝太醉就算了 而且 就是誇喜很爛 看人家家客廳耶 喝完啤酒往那個茶几下面丟 你怎麼講 又不是錢櫃 你也有錢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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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個那個計畫拿起來 是要找管理員嗎 是 他不是說 聽說那個什麼 徐樺一去你家睡的時候 還被誤會是不是 對 因為他是 真的睡著他在客房 然後就睡一睡 對 張爸爸突然從南部上來 對 然後很客氣就一直跟我爸爸聊天 是 聊天聊一聊 我爸爸就以為我們倆是怎樣 對 應該是比如說男女朋友的關係 他來會跟爸爸聊天嘛 對 然後後來我 過了一陣子 我爸還問說 那那個誰呢 你們還有在一起嗎 我說沒有 那個是我們是朋友 對…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你爸爸常常到那個房間 跟不同女生聊天嗎 沒有啦 因為爸爸回來裡面嘛 我跟他少孩子要的 我跟他少孩子要的 這個房間到底有了 不是我怕弟弟 對 不是我怕弟弟 是 爸爸回來 長輩回來的 對 這個 這個你要出來打招呼 打招呼 打招呼 對 對 那你爸爸有沒有覺得你們很配 沒有耶 對 那學萬一是你的菜嗎 不是啊 其實不是 對 那你會留你的菜下來睡 還是不是你的菜會留下來睡 當然會留我的菜 那如果它是你的菜 你會做什麼出來 他的菜就直接睡臥房 怎麼會被看 好耶 接下來看有沒有更厲害 對 因為這兩位已經把觀眾惹得非常高興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的 真的是有一些大明星 是在您家睡過 喔 請問一下 有哪一些大明星在您家睡過 國際巨星 看到沒有 不要亂講耶 哪一位 演藝女星 是 張伯契 喔 這可是這才是我們要的素材嘛 我跟各位講 周勢力現在飆上來了 看你飆喔 真的 前面快轉 好 然後 張伯契 對 這個可以出來 張伯契 這可以了啦 講一個就夠了 對不對 前面又講張赫帆 馬國行 到底這位是誰呢 歡迎踏出場 前面真的想得太弱了吧 好弱喔 妳覺得第一位肉還是第二位比較肉 都差不多吧 沒有 沒有 最後才第一個 要不然我就出不來了 你知道嗎 真的耶 第一位很 剛剛說張伯契嘛 來 有照片嗎 來一些照片 沒有他的照片 只是就是 他 今天都走這一趟嗎 沒有 他睡過 有講過觀眾的心情嗎 沒有 他睡過的那個沙發 怎麼樣 張伯契 對 張伯契嗎 張伯契 這是張伯契吧 那上面 這位是 這是媽媽嗎 我跟你講 這位躺在這裡連狗都閒 因為狗都伸出他的腳 要把它拖下來 連狗都閒 妳有沒有看到 對 媽媽 媽媽睡到狗的位子了 我跟你講 這個沙發很不得了耶 怎麼樣 張伯契睡過 張伯契睡過 還有王力宏 王力宏 王力宏我們應該有進去 有做過 做過 OK 對 還有張惠妹也有做過 對 不得了 還有 是到你家去做這個沙發嗎 不是同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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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楊承林 你用什麼方法 讓他們去你家做 沒有就是假設會辦一些 那個聖誕節趴 然後我們都會準備這個火雞 這是什麼 這是當天吃的火雞 這是當天吃的火雞 沒有吃的很凌亂 很凌亂 好喔 這是王力宏吃過的火雞 對 王力宏啊 還有黑人啊 范范啊 大家一直不吃 就是小S啊 范曉軒 你看 真的張惠妹啊 但是妳也可以說 這是在演唱會的後台 看起來很像嗎 她又變她是誰 這小林優美啊 小林優美 是常常睡我們家 為什麼 她為什麼常常睡你家 因為她 因為那個姐妹她都可以去 對啊 我們都是聊天 在床上聊天啊 然後或是在客廳聊天啊 就是聊到早上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她現在的咖很強耶 嗯 客感你有沒有什麼話說 還是妳想要回去了 因為最近 我們比較常跟Makio出去 她的咖就變弱了 我們要請問一下後面這位朋友 有哪位大明星在您家睡覺 亞洲曾經 心無取無啊 心無取無啊是什麼 可是妳這邊有聽到曾經兩個字嗎 又是曾經耶 曾經的親無取無啊 是誰啊 親無取 而且她說曾經是偶像劇一個 偶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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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劇是最近才流行耶 對啊 到底在哪裡 喔 許乃琳 好 欸 妳剛剛也拍手了吧 有沒有 有沒有 妳反應 妳這邊拍手 我完全看到妳 妳還發呆 不是 妳想怪我 要嘛就哭 要嘛就笑 對 講一個哭笑不得了 我們要講 我們來不及反應 我們歡迎這位 乃哥的朋友吐槽 喔 對啦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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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好意思 妳弄出妳的不離尾巴了 好厲害喔 還有什麼事嗎 這個 等一下 不是 妳這個是不是叫做一個枕是不是 沒有啦 就是 裝飾… 老師… 老師 該跟觀眾道歉喔 妳說什麼 但是我還是有個問題 那為什麼他排在馬基爾後面 對啊 對啊 很強啊 對啊 不好嗎 對啊 蠻強的 很強啊 不然你們誰家乃哥去過 沒有嘛 對啊 不經意去人家家裡面 都是人家去他家聚會 對 為什麼那些乃哥會去你家睡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吃完飯 然後喝點小酒 然後乃哥他們就說想打麻將 然後剛好吃飯的地方叫我家旁邊 然後究竟就到我們再打麻將 然後再繼續喝點小酒這樣子 欸 我覺得讓乃哥能夠留下來睡覺 不容易 因為他很顧家的人 對 他想要回家 對… 其實他是有回家啦 他後來有回去 因為就是我們打完之後他就… 打完幾圈之後就回家了 打完幾圈之後就回家了 打完幾圈之後他就回家了 而且乃哥是個有潔癖的人 所以那個人家裡一定是要乾淨他才覺得 對 而且乃哥來我家我壓力很大 怎麼樣 因為他會一直見到 因為他進門口第一句話就罵了 對 對 你不要… 麻花鮮你在裡面幹什麼 這什麼味道 蛤 這是人家喝 真的啊 這可以講啊 好 OK 他就嫌你家氣味不好 然後再… 空空不涼 然後住門沒有打開窗戶 然後坐下來之後他就說 那這什麼椅子啊 是給人做的嗎 怎麼會小成這個樣子 不好…不好玩 不好… 不好弄啊 可以看一下嗎 做了什麼椅子 那桌子我沒有照到了 對… 那這是什麼 我家沙發 就是很多人來做過 誰做過 誰 乃哥做過 Bobby 千后也做過 好… 好…那個誰 小潘潘 潘克帆 潘衛如都做過 好… 當初乃哥就做這些學星 對 都是這些學星 好歹我也是要 美女之一吧 好 你是2004的宅男女神 你也好笑 我… 我有抱歉 我現在很抱歉 我現在只想… 兩張婆子 對… 我家也有天王睡過 誰… 那個… 太過風聲的主角之一 誰… 就是我的師兄 他姓蘇 他還來住過我家 好… 蘇友朋住你家 他為什麼要住你家 因為那時候還… 我們都還要念蘇嘛 那時候他家剛好裝潢 然後就來我家借住了今天 我已經喝得很醉了 他半夜那種三四點 他突然跟我說 他想要吃港式飲茶 我去哪兒生給他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們玩到一半 他突然說想要吃 而且那我飯要這樣 我們大碗再吃 因為你飯是最要的一碗 他說 不管 吃飯就要吃 為什麼人是你懷孕的太太 不是啦 要去買之前 我車才剛開去車庫 我那是新車喔 我那輪空去 我去騎了喔 緊張什麼 你在緊張什麼 他老公要回來了 你這樣 不是啦 我突然發現他的臉帶 還放在那裡這樣 沒有啦 最後追到了嗎 就沒有這樣 最後追到了 各位那到你們家裡面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規矩 規矩喔 我想我家都應有盡有啊 張哥凡他家都沒有規矩的 沒有什麼規矩 沒有什麼規矩 沒有嗎 張哥凡他家的好處是你知道 就是你啤酒譬如說 倒完 喝完之後 你甚至可以把它捏一捏 就是這樣拿桌子下桌子 你也可以 我跟你講有一次他生日 生日要省錢 30個人賺錢櫃才花不到2萬 對 為了最後還要為了省錢 然後就要到我家去算了他 我說好 OK 但他帶來的朋友 真的也苛太醉就算了 而且就是品質很爛 像人家家客廳耶 喝完啤酒 往那個茶几下面丟 又不是錢櫃 以為還剩錢櫃 還是他們一個 他們公司那個助理會偷 我就頭殼小 就把它先扒下去 喂 幹嘛 你說有些人在家裡 是不能抽菸的 或是怎麼樣 對 像我家就是 太誇張了 我還沒講完他又更扯 不是有個那個電話拿起來 你還是要找管理員嗎 是 他就說 我也可以叫我家冰塊 所以你都太貴了吧 他幫你家真的當錢櫃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個鈴就在那個 旁邊 喂 那有跟他說 歌放快一點嗎 那你常常有接歌鈴嗎 很誇張 那是很誇張 但是自己人去你家 不會引起鄰居的抗議 因為太吵了 我們家頂多差不多24個 差不多 那有沒有人抗議過 我們從來沒有人抗議 但是只有一個人被抗議過 小鐘 因為小鐘他唱歌 不太會控制音量 而且也不太好聽 因為我自己平常在家 都會做音樂 就會彈琴什麼的嘛 但是就是 琴聲優美 真的啦 真的啦 你當演人中到當演人 人家唱歌都抓不到扣的 你有什麼資格講我嗎 我覺得這一集是我錄 今天這麼多集 Keyboard老師最不高興了 不知道他還不平衡什麼 我不知道他不高興什麼 然後小鐘最後 最後他就彈鋼琴 他不是彈那個電鋼琴 所以音量沒有辦法弄 他每一下都壓到底 力量128 他都吹到129去 128 對 129 他唱安靜 我第一次看到安靜唱很像那一天 很大聲 果然就有人按電 就是隔壁的 就是樓上跟樓下的同時 打電話給管理員請 他說還講 對 我說好 我就問說 是不是人多太早 他說不是 是有一個人唱歌 唱太大聲 我說那叫他不要唱 我們還可以繼續玩 他說應該是這個意思 對 然後我就知道 剛剛誰在唱歌 然後大家就只小鐘 這樣 然後大家瘋壁了是不是 他平常講話就很大聲 OK Makio你坐在他們兩個旁邊 你顯得好嬌小喔 真的嗎 好耶 Makio 那你有讓這些動物這樣在家裡這樣跑來跑去嗎 對 隨意跑來跑去 隨意跑 隨意跑 然後有一次我們中秋節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有為了請那個No哥啊 還有小鐘哥來 然後小鐘哥一到喔 他就一直這樣 就很害怕 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說小鐘你在幹嘛 然後他說 我超怕貓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你可以回去啊 就是 就是 就是很怕貓的話 就真的沒辦法來 因為你們為什麼都會邀小鐘去你們家 他很會炒氣氛啊 對 小鐘算是一個從頭到尾之後很會炒氣氛 所以你們會邀小鐘去炒氣氛嗎 對 通常他 一個聚會裡面他只要他來 幾乎都是他在主持 他都把 我覺得他是一個滿自信心利 就是把所有的聚會都當作是一個 他要偷錢 他要偷錢 有時候還要偷錢 如果女生漂亮的話他就會偷 如果都男生的話他就會偷 那你們家有什麼規矩 因為我是比較愛乾淨的人 那一向我都是 他大家在玩的當中 我就會不停的去打掃 那像有一次我就想說 奇怪 我去掃廁所的時候 我在清了垃圾桶啊 我想說奇怪 我沒有痴瘡 怎麼垃圾桶他們會有血 有血 我想說那你怎麼搞的 結果後來我一看到一大包的東西 我說誰啊 那噁心 那個來 然後沒有 因為我覺得女生是說 你那個如果有來的話 你應該把他包好 再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對 結果他沒有 一來沒有包好 二來沒有丟準 他丟到 因為我都有一個說他在套子嘛 他就把他丟到那外面去 就搞定我 我那天清那個 我清得搞 那個女生是藝人嗎 我不知道誰 因為那天我家來快三十個人 就我啦… 我吃那個聖女番茄 然後我絕對是壞掉的 就我那邊清 然後就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很難聞很重 就我就有點受不了 因為他有潔癖 譬如說我們在他們家抽煙 煙會一點點到外面 他就在那邊擦 然後呢 就不小心 他就男生去過他的廁所 他看到有人就是不小心 就瞄不準 在旁邊一點點 他會自己進去擦 我覺得你的習慣好像女生 沒有 女生的廁所被人家上過以後 女生其實會在那邊弄得很乾淨 沒有 女生搞不好都沒有那麼乾淨 不信你問嗎 Q 有嗎 對啊 我可能比他還乾淨 所以大家在玩 你在那邊擦東西啊 對啊 我後來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好奇怪 哪怕你們女生如果那個來的時候 你們要不要包好 要不要就不要擦 那男生上廁所的話 就上廁所 有盡可能坐著上 不要站著上 有一年聖誕節 然後我請了朋友來 參加我的聖誕派 然後Jace Co是說大家穿睡衣 然後那天的藝人有小喬跟馬國賢 他那天沒有穿來 但是我們有時候如果沒有穿來的話 要罰錢 那你也想馬國賢怎麼可能罰錢 所以他就跟小喬借了一套睡衣 人意思是要說他是富蘭克林的睡衣 所以他就跟小喬借了一套睡衣 然後小喬的睡衣是那種比較性感的 雷絲 雷絲 黑色雷絲 黑色雷絲 對 然後他就立馬那件睡衣給 他穿起來 他會不會吹不破啊 好像有破後來 腰的地方有啪一針 看不出來 因為黑色看不出來 但是蕾絲 所以是很透明的 我還蠻想像那個花錢 他穿蕾絲睡衣透明 所以在你家晃來晃去 你知道你多辛苦 我穿著蕾絲睡衣 在他們家裡面 陪他們喝酒 玩遊戲 然後還要陪他們打牌 過程是大家覺得最開心的一段 因為很可惜 你要講啊 他的身形啊 全部都衣服那麼小 很難塞得進去 跟90年代已經不太一樣了 對 然後你只會發現你吧 他問你 你為什麼要一直邀請馬國賢啊 你是不是對他有好感 我也有在懷疑耶 你是沒有來過我家喔 每一次都有你 所以你就放在我家而已好不好 我覺得我自己懷疑耶 你是不是在90年代暗戀他們 然後就希望 可是90年代我 張克帆是我的偶像 馬國賢還沒有 對 那時候小虎對吳其龍還有張克帆 而且他那時候單飛出專職之後 還覺得話很帥這樣 我上次 我上次去馬 張克帆對 我講這一段的時候 沒什麼必要 你就用戴 真的厲害了嗎 你但是聽說你家裡面 也有很多趴喔 還有什麼奶茶趴 我不是只有辦紅酒趴 像譬如說 也有喝奶茶的 聊的話也不是都風花雪月 什麼叫奶茶趴啊我不懂 奶茶趴就譬如說 如果我找某些女藝人來的時候 牛肉因為 我最近就怕他們喝到酒 嗯哼 那不喝酒幹嘛呢 不是因為別的原因 在叫奶茶趴 你剛剛講牛肉營 沒有沒有 牛肉營 都已經我們故意就是 把這個弄得很淡 你喝奶茶是因為 我請的那個 那個杜詩梅 還有林美秀 他中心裡面在路上 還沒辦法 喔 這個原因是 好啦 還是門進不來 還是把關心菩薩擺在這邊 然後大家喝奶茶 可是你不是說是 黑色會美眉的成員嗎 也有 也有 他們就是喝一些這個 汽水那些東西 怎麼把他們騙到家裡 怎麼把他們請到家裡 這是吃火鍋啦 要在一起啦 好有藝術家人果大 無辜習慣內月娃 鴨子啊 就常來住我家 他曾經住過 快一個月就讓我們 因為那一家 每個月 我媽就給他拍嗎 夠了沒 你不是夠了沒 他每天住我們家耶 你都不會覺得煩嗎 他煩的點是什麼 他煩一點就是說 他半夜還被我走後面給他 因為我們晚上喝 就是喝太多了 然後餓了 然後我每天就 你跟我媽講這煮泡麵 因為我要吃 不是他要吃 照片有沒有跟你媽講 都泡麵是你吃的 有啊 有像一命嗎 國家大事趴遠怎麼回事 譬如說像最近埃及 在選前之夜是不是 沒有沒有像埃及動亂嘛 那我個人對沾心肚有一些研究 那其實都會沾心動亂 第一筆要動亂 是因為現在就發現了 第三顆天狼心 第三顆天狼心 那你都跟誰聊這些 都跟一些 你是鬼聊喔 聽得懂的人聊 那你會請哪些人來談這些事情 齁 謝哲青啦 曲浩平啦 還有就跟王子啊 差不多 真的 都是這些 這些嗎 都是這些啊 然後那時候你們會聊一些 你們幹嘛就是喝紅酒 然後聊一些 又有一些也是就是古董街的朋友 都會聊一些 你知道天狼心就是為什麼 現在會動亂嗎 因為真的是 他叫你家有怎麼樣 其實就是 就是 變裝趴 假如說 假如說就是 什麼 偶像 不要扮那個偶像啊 假如說你自己的偶像 不好意思那個酒店妹那個 酒店妹趴 我錯過我真的是後悔 怎麼說怎麼說 真的 他所有的那個女藝人 例如誰選的 例子 全部扮成酒店美人 真的假的嗎 有意思啊 然後就有江穎啊 還有王思佳 還有身材很愛 那個 那個什麼 王穎啊 然後就很多那個正妹 都是那種很漂亮年輕的 然後 全部都穿了 全部都要爆 然後爆了 對 然後又開始全部都打扮啊 然後妝都很 就是很艷 很妖艷這樣子 對 那這樣要幹嘛 就是 我請的那個男生朋友 就普通發抵 要幹嘛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全部都要扮成 就是酒店小姐 那男生有誰可以去 男生 男生我們就會服務他們 他有找喔 他沒去 就是假如說會幫你們倒酒啊 做酒啊 或冰塊 然後就是欸 又會跟你聊天啊 不啦 不是 不是 我現在改天我也弄一個牛郎湯 我叫妳 真的嗎 真的沒有 我找克帆找白雲 找 你來的 也幫你吃 真的 我的那個是真的很漂亮 對 真的很煩 真的沒有來真的太可惜 那天有來的是只有國畢哥 對 國畢哥一個男生 他一個男生 他怎麼會這麼的Lucky 他很Lucky啊 這就燒了 吉利子是馬國畢 然後他要服務有這麼多很辣的 很辣的 而且是 他被服務 他是被服務 他是被服務 對 那為什麼管理員說 常會有你不認識的妹 也會到你家 那不是管理員說啦 那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那邊喝 會喝然後就是會打電話找 因為會嫌人不夠多 那就會打電話 然後就說找朋友說 有沒有誰 朋友要過來一起打去的 那有時候朋友會帶朋友的朋友來 然後就有時候 因為像有時候我常常就遇到過 我家裡面 我們在玩牌 然後在喝酒 然後朋友就來了 那我說那你就請自便 結果他進來之後 後面又跟了差不多七八個人 一起進來 我想說 我就問他說這些事 他說 我朋友就是剛剛在路上 就好像在路上認識 就全部帶過來了 我把我家當生贏了一本 是嗎 那個紅酒 那因為人家來了 你也不好意思 不能燒 不是好 那因為像我家 電腦裡面的飲料 至少都有五種以上 類型不一樣的 供大家去喝 然後紅酒也是 我至少會準備五個牌子以上 紅酒讓大家去隨便喝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喝開了 你知道嗎 就怕我家當生 夜店在玩耶 因為那天我也在 然後馬國一天還說 他們是不是要 我還不在家嗎 他只會問我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喝得很開心 之後還跟馬國一天講說 那你家有沒有 有 然後還把你當作伴侶 對 還把我當什麼 為什麼 聽起來你家夜夜生歌 真的 就有一陣子還滿常伴的 就是沒有在拍戲的時候 所以你們四個家 都是夜夜生歌 就常常有趴嗎 他是逢年過節 我是有逢年過節 可是我媽媽走了 他比較寂寞 對 對 然後之前媽媽在的時候 然後他也很喜歡 就是大家來家裡 比較熱鬧 對 對 那會不會有一些奧客 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我遇到過就是 明明我已經喝得很醉 然後半夜那種三四點 他突然跟我說 他想要吃港式飲茶 我說我半夜三四點 我去哪邊 生港式飲茶 你還有room service 對 沒有因為一般我們有時候 喝酒打麻將 打到兩三點的時候 其實肚子會餓 那其實一般我們都是 叫賣到比較多 因為他有外賣可以送 外賣比較方便 然後他就說 不要啦 每天都吃那個 我覺得很煩的 我跟你講 你現在歸空想 想一些不一樣的 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那天看到 香港什麼美食節什麼東西的 我說港式飲茶 我說港式飲茶 我去哪兒生給他 我說不知道 而且我們玩到一半 他突然說想要吃 而且那我說 那我不然這樣 我們打完再吃 因為你不然脆掉很奇怪 他說 他說 不管 現在就要吃 我現在不知道吃什麼 怎麼辦 結果好像沒辦法 之後 我請朋友開車載我去 買港式飲茶 你家在哪裡啊 那時候我住在 光復北路那裡 其實還好那個洪灘什麼 那個金星 對 我後來是想到 那邊有時候想到 去那邊那邊 因為他們有外賬 知道日本人去 那那個人是你懷孕的太太是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為什麼讓她這樣為所欲為呢 不是啦 那也是圈內 一般就是正在交往 然後感情濃烈 要不然就是 還沒交往 他喜歡 一定要交往 沒有 喜歡那個 跟我的感情還算OK啦 對啦 然後後來我就 好 為了她要吃這個 我還跑去買 去買這個港式飲茶 好了 要去買之前 我車才剛開出車庫啊 我那新車喔 我那個輪框就一卡到 卡到旁邊 緊張什麼 你在緊張什麼 他老公要回來了這樣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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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過 趕快去買回來 大家吃一吃一去繼續玩嘛 突然發現她的臉帶 還放在人家裡 沒有啦 就跟討厭那種子啦 真的 陪了夫人又得逼 對不對 對啊 最後追到了嗎 就沒有這樣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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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都還沒摸到 輪框就卡到了 萬一追到 就不然哪裡會斷掉啦 張哥凡有伺候過 很麻煩的人 就一直要被伺候的就是小鐘啦 他是屬於不太幫人家倒酒 他 他不會耶 他不會 他還會開紅酒喔 對 他很喜歡喝紅酒 他懂嗎 他不會開紅酒 他不會開這樣 他自己一瓶紅酒沒有開過 都要別人服務 都要別人服務 然後他的位子一定在我們家三人座的 沙發的最中間 為什麼 這樣左右才有女生啊 左右才會紅圓啊 只要他來我家 我很少坐在 那個沙發上 我都坐在地上 地上 很慘很慘 然後呢 他也從來不會收東西 也沒洗過杯子 對 聽起來就是一個 沒有 我覺得小鐘最厲害就是說 他不管去誰家玩 他都一定會選挑主位做 然後 而且紅酒啊 還會挑 他說 國賢這個喔 不是很好 客帆你快買紅酒 那個酒 已經是我們提供酒了 他還沒有提供 他還要嫌說 那個酒的年份 他說 我跟你講 他要吃東西 一定要鱈魚相吃 對一定要 他還不是滷味喔 會胖喔 他說鱈魚相吃熱量比較低 真的是奧客 他就一直吃鱈魚相吃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看 我們家什麼地上 都有鱈魚相吃 哇 他在地上也不會停起來的 小鐘坐在中間 跟兩個女生 他在那邊把妹 是有真的行動嗎 沒有沒有沒有 美女生他也是坐在那裡 因為那個位置最舒服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請人家到人家挑人的 對啊 要不然你也會很麻煩嗎 他的好處就是 如果我在忙我的時候 他會把現場的氣氛弄得很好 對 你們真的是找小鐘去當主持人 沒有 因為小鐘他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家裡面有一些 因為我的時候 會買一些很多吃的回來 那有些他可能快過期了 好 很愛吃 他都會把它清掉 他都會把它清掉 每次都會 我每次都往我家裡面 有多快過期 他在清別家 他真的 我跟妳講 過期的起司 他兩天要過期 或是剛過期一天了 他只要起司 他配紅酒 他最愛的 他OK 而且他會吃完之後才看 他說 這快過期了 我說你吃完你趕快過期了 對啊 真的 所以以後我這樣過期的時候 就找他 就找他 就不會浪費 對啊 他就這樣浪費 又後行徑不單純 曖昧不明就無問題 那慧如好像有人去你家鬧事 你們兩個是個人 在地下酒 對 他看他們家已經喝很多了 然後他就 來我一下按門禮 然後怎麼按 就按不上來 慧如啊我在聽起來覺得很怪 他喝醉的 然後半夜來敲你的門 李宗生就有這種音樂歌啊 他把你你家當他家 因為 但因為他去誰家都這樣 沒有我去你家去客服 他到我家沒有了 我覺得他被客服 我先發覺出來講什麼 今天 我接開一個不為人知的 沒有啦 對 你打戀情被抓包 金人八卦忌將不開 那慧如好像有人去你家鬧事 誰 誰 誰 你們兩個是真的在地下酒 他要先說 那今年過年我有邀請你 但因為你不能來 都要過年 對啊 那今年過年我剛剛不是講 因為今年過年 他們紅衡兒不是在台視 對不對 在某一台有一個表演 然後我們就 其中議員又是馬國賢 是 然後馬國賢 好看嗎那個表演 因為我沒看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馬國賢 因為他們家就是 每年除夕夜的時候 都說過十二點要贏財神 有的沒有 就是很多瑣碎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先打麻將 然後等他來 就他兩點多到的時候 他已經喝多了 喝得非常 因為他酒量很差 他酒量非常非常的差 但他又很愛喝 然後他在他們家 已經喝很多了 然後他就來我家按門禮 然後怎麼按 就按不上來 然後他就一直用電話 然後我已經講完了 他還是按不上來 我又交給另外一個 他還按不上來 他還按不上來 所以我們還要下去接他 怎麼叫按不上來啊 他找不到那個沒有 不是 他家很討厭 因為他最近搬新家 他家是一個新地址 然後因為我在我家 已經跟我媽媽跟我爸爸 他們喝得差不多了 然後因為去他家家 我就光找他家 我就已經找到 因為他家住在一個 類似這樣 他家住在那裡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你知道嗎 就很像 就很像那種 墳墓區的 最裡面的那一塊 人間 對啦 我怎麼樣找 我都找不到你知道嗎 然後鬼打牆 我整晚在那邊 他下樓下那邊鬼打牆 一直在那邊繞 我那時候 想下車小便了 看在那邊解除那個危機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好不容易 找到他家了 所以我去問計程車司機 然後找到他家了 好 一到他家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你要按什麼什麼 按那個 因為他家是一個那個 像是按密碼 就是要按號碼再按樓 然後我那時候 什麼樓下樓 對 按幾號進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 我終於喝了這樣 我頭都已經在暈了 你還要跟我玩什麼 通關遊戲才能吃到你家去 所以我就一直不停 我就一直不停在鬼打牆 一直按密碼 什麼按都按不進去 結果後來我這火大 我就直接打那個 結果我說 你嚇死我 對 然後我們就下去接他 然後他上來之後 整個人就很High 你知道嗎 然後剛好那個時段 他在重播 然後他就一個人 把我家電視開到最大聲 然後為了看他那一段表演 然後他自己拿手機 在那邊一直錄 然後他講話就很大聲 然後我們大家都快被他吵死了 但還好那時候只有 我一個人住 就是那一整棟 他那一整棟大樓 只有他一個住戶而已 要看我想 我那一天應該隔壁的住戶 樓上樓下應該都會 慧如啊 我在聽起來覺得很怪 他喝醉了 然後半夜來敲你的門 李宗生就有這種一首歌啊 大大就醉一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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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生 而且我覺得他喝醉了 然後到你家來 然後就把你電視 他想好像把你當你家耶 把他當 他把你你家當他家一樣 差不多差不多 但因為他去誰家都這樣 他只要喝多了就是會這樣啊 他是不管的啊 對啊 譬如說他是很 我覺得你們兩個有一點會不會 沒有 我信任凡你家也比較不會 他當我家沒有 我覺得他最特別 我今天發覺出來什麼的 沒有最主要 最主要是因為你家比較舒服 張凡他們家就是比較 我們今天會揭開一個不為人知的 沒有啦 也不是啦 也不是啦 他們隱藏了好幾點 不管是的話也是一段孽緣 真的喔 但是有些朋友會借宿對不對 借宿他不一定他要睡客廳 是不是 借宿啊 就是像鴨子啊 就常來住我家 剛開始就是我逼他來我們家住 因為我想說晚上還要再多聊天 或什麼的 然後就去完夜店之後 然後我就說鴨子來我們家住啊 住啊 然後就住一天兩天三天 就一直住 就像鴨子 對 他曾經住過 他曾經住過快一個月都住 那一下 那一個月 他是在找新房子嗎 沒有沒有 他有他自己的家 但是我每天都叫他來我們家要玩 他很喜歡妳對不對 他很喜歡妳 對 他很喜歡我 然後我也很喜歡 就是人家陪我睡覺 然後就是 我就不想一個人睡 我就一直叫鴨子來我們家什麼的 然後我媽就抓公啦 我媽就整個大人 對啊 因為都不找男人 他都摔那個遙控器喔 媽媽摔遙控器 對 我就說 夠了沒 你們是不是夠了沒 幹嘛幹嘛 對 然後我就說 媽媽幹嘛弄身體 他說 她每天住我們家耶 妳都不會覺得煩嗎 我就說 妳媽媽會不會覺得煩 妳媽媽會不會覺得 妳們兩個有一點太曖昧了 她覺得她單身就算了 妳還超會有一點點 而且還是一樣 就是那她煩的點是什麼 她煩一點就是說 她半夜還給我煮泡麵給她 我沒有... 我沒有是因為我們晚上喝 就是喝太多然後餓了 然後我每天就 欸 鴨子 妳跟我媽講說煮泡麵 因為我要吃 不是她要吃 可是我不想再 我不想動 我不想動了啊 然後鴨子就很乖就去 她就跟妳媽講說 妳媽就以為是她要吃 對 她要吃的 然後就 連牙起來 她就很乖 然後就說 不要再看到她了 什麼什麼 就整個就是鴨子 鴨子是被冤枉 超冤枉的 可是害到她耶 可是妳到現在 有沒有跟妳媽講說 泡麵是妳吃的 有啊 她不相信 會覺得是鴨子要吃啊 然後鴨子就害怕我媽媽 對不對 現在就很怕我媽媽 然後也很少來我們家 我就覺得好像蠻寂寞的 反正妳們做事常常驗客 然後也常常淡趴 最希望最近 希望誰能夠到妳家去玩 如果妳說是現實 就是幻想希望能來玩 我還蠻希望劉德華可以來我家 喔 哇喔 對啊 慢慢想吧 對啊 這是幻想的 OK 想多了 我也想Lady Gaga來我家 為什麼要想Lady的 我倒是想找 Lady Gaga Lady Gaga 我倒是想找 國倫老師 加這個 加這個 蕭黃琦 然後搞一團 真的是音樂人的團 那現在表演要 其實妳可以邀請我 還蠻樂意識的 中興明也來我們家吃過火鍋 OK OK 但是只是沒有一起而已啦 OK 所以那一天會 小鐘也會來唱嗎 我那天不會找小鐘來 小鐘看你樂人 連音樂人 連歌來講他不是音樂人 妳很壞啦 那Makhir妳覺得還有誰 應該來人家玩的嗎 玩的嗎 對 誰都可以來 誰都可以來啊 對 每一個 那剛才唱的那一首歌 是否唱了 你說那個喔 對 不知道 不要再講 等下就哭了喔 怎麼哭啊 我在YouTube上看到 好 那Joseph嘛 代曹哥來你家玩 我應該會比較找一些新的這個 就像黑社會妹妹她們那樣 那種變態喔 不是變態嗎 會啊 因為你有很正經的表情講 你說大家278歲 我想要找一些黑社會妹妹來 對啊 你自己很正經的 對 你拿他們起來 跟年輕的聊一下 最近我們跟那個丫頭跟 養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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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吃飯 其實在家裡面比較安全 而且你們這麼好客人 我們都有地方可以吃飯 對啊 我們這樣注意個人衛生啦 真的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毅然歡迎 別問多 出場介紹最人開心 會不會給你們 一千名的讓 謝謝 歡迎我們 謝謝 謝謝